潮州鎮自108年6月份起成为屏东县第二大行政区后 积极提升镇内的中大建设及经济发展 包含各项交通的进驻也吸引许多建商青睐 户籍数也在108年初突破2万户 然而近期除了建商涌入户数成长 潮州的各大精华地段价格也持续飙涨 其中新生路段更出现每平百万成交价 创下历史新高 因为自由市场里面 在整个价位的买卖 就是双方面来协议 如果有那个经济价值就能够成交 所以我们这次在潮州 我们大概新生路的那个地段里面 就有这个100多万的成交价 镇长强调以目前户籍数来看 将有机会在110年过后突破5万大关 这不只是象征城市进步的指标 对于各项大小型的建设发展 公所也将不遗余力 将陆续完成规划 600多天以来我们潮州那个户籍 户籍数增加了700多户 然后其实一个城镇的发展 户籍的增加是一个指标 还有我们潮州 有这个反应就是说我们的房价太高了 但是这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指标 也在这个区块我们希望在我们整个都市计划的规划内 包含一些我们现有的一些未开发的地点 也都在那个检讨还有规划当中 潮州镇都市计划将在第二次通盘检讨后 落实包含国际溜冰场 联合行政中心 力铁停车场 及生命远区的整体规划 未来将会为潮州镇带来更多无限可能 屏东新闻 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